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起精神来好好的演那个角色 明明那天心里很难过 可是要演的刚好是让人家大笑的戏 哈哈 自己还要耍宝 刚好那天很开心 偏偏演的又是戏里面 不是上夫就上母 所以换个演员真的是不容易 将来可以尝试舞台的表演 又不一样 对 又不一样 方有师看一定很棒 你看一定很棒 站姿又不用两个表演 不是 我其实如果严格讲起来的话 走在这个伸展台上 我可能穿军装会比两位 我从小的时候 我就很希望自己将来 能够当女兵 是啊 当花木兰 不过在这个摩托尔界呢 也有很多 从前你们的这个前辈 从事演艺表演工作 也有很成功的例子 比方说像成熟力 许桂英 周丹薇 对 都是这个从前模特儿出身 然后演戏演到 现在好几个都当大老板了 许桂英 花店的老板 周丹薇服装店的老板 是 成熟力 现在是从事爱情活动 除了演戏以外 经常从事一些爱情活动 公益活动 对 所以也蛮令人佩服 也希望两位呢 在这个演艺生涯 你有神经病了 你在干什么 我在学一下 我讨论过很多模特儿 他们怎么站 都是这样子站 模特儿站 他当然要这样站 女孩子这样站好看嘛 你有看过女孩子站在台上 这样站的吗 我只看过你 我也没有这样站过 我除非演戏啊 我才这样站啊 不然这样多难看 那当然是要这样站啊 才好看啊 不是 听说要练 为什么要练呢 家里面就要练 没有 就很自然的 小时候学过芭蕾 所以一定是这样 我问过张琼之 他说在家里面要练习 那是因为张琼之 他没有练过芭蕾舞啊 好 好 好 对不对 我以为是 就都在这样子走 你有看过人在家里 这样走路吗 是怎么样 是大嫂在家里 有什么这样走路吗 我是开始练她 大嫂大概十二生肖 数七有人讲 有一只脚步太方便了 算了 算了 刚才我们讲到哪里 算了 放一只张文鸡 好 我们也希望两位呢 在演戏的工作方面 也能够有很杰出的表现 谢谢 但是呢 因为现在我们模特儿 的人才也是 也不够嘛 也是缺嘛 所以希望两位 也不要放掉了 眼前模特儿的工作 免得让一些喜欢你们 穿服装 替他们表演的一些观众呢 他们又失望 谢谢 祝福两位成功 谢谢 谢谢王秀公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